作为三大球之一的排球,一直饱受大家的关注,尤其是中国女排的表现,牵动着国人的心。 相信经常关注排球比赛的粉丝会发现,女排基本上都是身材紧致的大长腿,集中惠若琪就是典型的代表。 不过根据一众粉丝的排名,一位哈萨克斯坦的女排球员脱颖而出。 23岁的沙宾娜身高182公分,或许在女排中身高并不是特别突出,但是她的身材比例极其出色,腿长达到120公分,身材非常紧致有形,甚至被男粉丝们称为亚洲最美排球美少女。 之前的沙宾娜一直默默无闻的,直到2014年在亚洲青年女子锦标赛的优秀表现,让大家发现了这个新人,同时也被她的身材和颜值吸引。 随后其个人社交平台也开始走红,粉丝量已经突破百万,随后她开通的微博不过只有几千的人气。 相比较于中国,沙宾娜在日本有着极高的人气,尤其是她首次来到日本,就引起广大宅男的喜爱。 日本网友被其惊为天人的容貌所打动,并且表示不要打排球算了,直接在日本娱乐圈出道。 不过,前几个月她在个人平台晒出自拍美照,大家却非常的疑惑。 虽然从图片上来看,依旧是容貌娇好,但是这位曾经清纯无比的美少女,气质比以前差了太多。 图片中的沙宾娜晒自己坐游艇出海游玩,只见她身穿灰色的陆间连衣裙,身材一览无余。 如果以普通人的身材对比,她算是保养得不错,但是和曾经她走红的照片相比,紧致的身材确实松垮了不少,而且嘴唇也变得肥大。 小妇也隆起变胖,身材发福了许多。 看了沙宾娜的照片之后,很多男粉丝都遗憾不已,表示和以前大不一样了。 曾经的娃娃脸女神去日本之后,竟然变成如今这个样子,是不是做了疯唇手术呢? 但是更多粉丝关注一个问题,去日本之后,她也没有恋爱绯闻,到底是经历了什么,变成如今的样子。 当初因为优秀表现,加上人气火热,哈萨克斯坦国家队就委派她去排球强国日本学习。 在日本,她参加了不少活动,同时还和自己的偶像木村沙芝会面,而且在日本沙宾娜的人气颇高。 随后,日本日光俱乐部斥资百万年薪邀请,同时签订了四年的大合同。 不过非常让人遗憾,俱乐部当初签约只是看中她当时的人气,并没有看中她的球技。 虽然拿着百万年薪,但是教练并没有给什么机会让她上场,之后的四年基本上没有看到她的身影。 在日本的这四年中,沙宾娜不仅没有练出成绩,反而被安排上各种综艺和拍电影,排球职业差不多荒废了。 合同到期之后,沙宾娜就回到了哈萨克斯坦。 可惜,实力颜值俱佳的女神落得伤重勇的下场,回到国家队因为实力太差被拒绝了。 而且,从日本归来的沙宾娜没有了当初的少女气质,看上去非常的成熟,出席活动时妆容性感,脸上浓妆艳抹,颜值真的是一言难尽。 不过回国之后她不断努力,最近的个人平台上再次发动态,表示自己重新进入国家队,期待昔日的那个身材紧致的排球女神再次归来。